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七个音 分别是 这七个音 我们在讲育母的时候会通过一些简单的单词来配合练习 首先我们来学第一个音 这个音和韩语的发音非常相似 但是我们要注意 中文在发音过程中口腔的运动幅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在练习发音的过程中要注意这一点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个音吧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爸爸 下一个单词呢 妈妈妈 妈妈 这个单词呢 阿姨 阿姨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吧 爸爸 爸爸 妈妈妈 阿姨 阿姨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爸爸 妈妈 阿姨 是不是阿这个音非常的容易啊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音 我 我这个发音呢 韩语也有非常相似的音 我们要注意的是我在发音过程中 唇部是由小到大的一个运动状态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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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菠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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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单词呢 菠萝 菠萝 我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 波浪 下一个单词 波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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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菠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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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菠萝 菠萝 我们接下来读第三个音 阿 阿这个音呢 是由舌头的后部运动而发生的 阿 阿 阿 口腔的后部呢是由小到大的一个状态 阿 阿 好,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额头 是我们的这里 额头 额头 接下来这个单词呢 恶习 第三个单词呢 噩梦 噩梦 好,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额头 额头 恶习 恶习 噩梦 噩梦 我们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呢,能感觉到我们的口腔后部是非常累的,因为在发音过程中它一直在有力量 那我们一起再听一遍 那我们一起再听一遍 额头 恶习 噩梦 好,我们下一个发音 一 一这个发音呢,也非常的简单 这个音呢,我们的韩语中也有非常相似的音 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第一 下一个单词呢 衣服 衣服 好,第三个单词 医生 医生 好,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好,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第一 衣服 衣服 医生 非常好,这个音也是非常简单的,对吧 好,我们来进入下一个发音 呜 呜这个音呢,我们的嘴巴是从圆形的状态 舌头的后边是要抬起一点 所以是 呜 呜 好,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好,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舞蹈 舞蹈 第二个单词呢 午饭 第三个单词 无聊 好,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好,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舞蹈 舞蹈 午饭 无聊 很好 下一个音呢,我们要学习的是 呜 呜这个发音呢,和呜 非常的相似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呜 呜 我们可以看到在发呜这个音的时候 我们的唇部接近臂龙 舌头顶住下齿音而发出的 呜 呜 所以在发呜这个音的时候 唇部的周围是比较累的 呜 呜 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下雨 下雨 好,第二个单词 这个单词呢 玉米 玉米 好,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下雨 下雨 玉米 玉米 很好,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下雨 鱼 鱼法 玉米 非常好 我们后边的发音课程中呢 也会单独来练习 乌和鱼 这两个音的 好,我们来讲最后一个单语母 R R呢,是舌头上翘而发音的 我们从一开始发音的时候 舌头是平的 到最后呢,舌头成这样的状态 所以是 R R 舌头呢,不能太靠后边 也不能太靠前边 大概放在了我们上翼的中间这个位置 R R 好,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单词 儿子 儿子 女儿 女儿 耳朵 耳朵 好,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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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子 儿子 女儿 女儿 耳朵 耳朵 儿子 嗨 儿 儿 儿子 唇部的特写 我们下期再见了 再见 窝 菠菜 菠萝 波浪 鹅 鹅头 恶习 噩梦 医 第一 医生 衣服 屋 无聊 午饭 舞蹈 游 雨 下雨 雨法 玉米 儿 儿子 女儿 耳朵 耳朵 水